大家好,今天用鸡蛋做个好吃的 首先准备两个西红柿清洗干净 然后挂十字花刀 像这样就可以了 装入大碗中 然后倒入开水 浸泡两分钟 等一下好去皮 两分钟后把它捞出来去皮 然后先切成片 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打入四个鸡蛋 然后全部倒入料理机里 然后盖上盖打成汁 打好之后 倒入一个大碾的碗里 加几滴白醋去腥 加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再把上面的浮沫 捞出来不要 然后冷水上锅 盖上盖子 防止水蒸气滴落 然后再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转小火煮二十分钟 再准备几根蒜苔 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半根红椒 先切丝 再切成小丁 这个红椒是不辣的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 可以换成小米椒 再准备几根小葱 把葱白和葱绿 分开切 全部都切成葱花 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切成姜末 放一旁备用 这是提前准备好的 三枚可猪肉馅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 放入肉末 翻炒至肉末 完全变白 再把葱姜末放进去 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盐 然后翻炒均匀 炒至肉末上色 再把蒜苔和红椒 也加进来 翻炒至蒜苔断生 然后加一碗开水 再加入一碗水淀粉 煮至汤汁变得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关火备用 我们的鸡蛋羹也蒸好了 哇 好香啊 还是粉色的 非常的漂亮 再把做好的酱汁 淋在鸡蛋羹上 哇 真是太香了 然后再撒点葱花 美味即成 这样做的鸡蛋羹 有肉又有菜 营养非常的丰富 我们来品尝一下看看 它的口感非常的滑乐 我们蒸鸡蛋羹的时候 盖了一个盖子 即使时间蒸久了 也不会老 口感一样的滑乐 它的口感带到西红柿 一丝丝的酸味 香而不腻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 营养美味 做法也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 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你的支持